自今年三月份开始国内的网络游戏审核工作就进入到了暂停状态 直到九个月之后的十二月份才有消息传出称相关的审核工作重新开始 而在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终于公布了重开审核后的首批过审网游名单 共计有80款游戏,不过里面并没有腾讯、网易等网游大厂的相关作品 此前,中宣部版权局副局长冯世新表示,正在核发游戏版号 但是首批核发的游戏版号,据悉只有80个左右,而且很多都是不知名的游戏 要按照申报时间顺序发放,还要经过专家评审 现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过审名单,则印证了这个说法从公布的信息来看 这次过审游戏的文号,从国新出审2018-1042号至国新出审2018-1121号 过审时间均为2018年12月19日,包括有67款首游、6款端游、6款街游,以及一款PS4游戏 其中,6款端游分别是奇奥英雄传、大魔神、陆海纷争、幻世风神、月圆之夜、播客大众麻将游戏 而PS4游戏则是由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与运营的人类拯救计划 怪物猎人 世界国服下架后,至今没有重新上架的相关信息 至于很多玩家都非常关心的怪物猎人 世界国服自下架以来,虽然传出过各种消息 但何时重新上架,却一直没有提及 这次重开网游审核后的过审名单中,也没有怪物猎人世界的存在 这里不外乎三个原因,一个是重新上架怪物猎人 世界所需手续的审核单位,并不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另一个则是相关的审核工作仍在进行中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这款游戏已经没有再次审核的计划 甚至可能已经确定是不会通过审核,但不管怎么说 这份名单的公布,都意味着相关的游戏审核工作已经重新开始 国内游戏行业已经度过了冬天,但后续发展会是怎样的情况 这里我们还不好判断,但是出于玩家的期望 我们当然是希望相关的行业可以健康发展蒸蒸日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